音響界真是玄学当道 我快受不了了 大家好 这里是VAS的音响频道 我是小编 婷婷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到底什么是VAS VAS的全名就是Vantage Audio Service 中文是经典音响服务 我们是一个私人预约制的音响工作室 主要是处理经典器材以及喇叭的翻新与修复 有点像是Discovery的翻新经典车这个节目 Wheeler Dealer 主持人会在节目里面 适速搜寻值得翻新的经典车 然后把经典车款买回来之后呢 会交给一个专业的维修技师 由他来负责这台车的翻新与修复 那过程中呢 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将残破不堪的车子 让它可以恢复到像原厂一样的性能 最后呢就将这些车子交给喜欢它的使用者 让这些经典车款呢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 那我们团队在做的事情呢也是一样的 音响历史上也有非常多的经典器材以及经典喇叭 那VS团队呢拥有完整的检测喇叭 以及扩大机的专业仪器 那我们在整理这些喇叭以及扩大机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利用科学化的整心使用专业仪器当作验证 将这些经典的喇叭以及器材整个翻新与修复 让它们重现当年的光芒 并交给喜欢它们的使用者 那举例来说呢像喇叭的品牌啊 我们就处理过蛮多的 像是JBL啊 ALTEC啊 TAD啊 Tannoy啊 Waste Lake啊 ATC Wheel Sonodeo Pro Egg PMC等等 那像器材的品牌呢也有像是 Mark Livingston Grayphone Creo Macintosh Accuphase Marins 还有Dan D'Austino等等 以上这些品牌的喇叭以及扩大机呢 之后我们都会拍影片 一一跟大家介绍 到底有哪一些很经典的款式 以及它的历史 但是但是但是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 有个观念要提醒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有移情的作用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在告诉你说 不是这些品牌的所有喇叭 以及器材都可以买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举例来说 宾市的车子 每一款都是值得购买的吗 不一定吧 保时捷的每一款车子 都是后置引擎 后轮驱动的跑车吗 也不是吧 这也是影响水很深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领域上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如果你对经典喇叭器材有兴趣 或者是想要知道 在购买二手喇叭之前 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的话 那绝对要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别人不敢讲的 让我来告诉你 我们将会带你 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音响 让你一窥 音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并且呢 我们也会揭露 在这个音响界里面 不为人知的秘密 以及诈骗 骗数 让你知道谁到底有多深 那之所以会想开始拍影片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自己在音响这条路上呢 跌跌撞撞的 遇到的这个牛鬼蛇神 真的不计其数 自己也花了很多的钱在上面 缴了非常多的学费 音响名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 就是玩音响一定曾经上当过 音响不怕买贵就怕买错 偏偏呢 这个环境又是让你非常容易买错的 那音响也不是刚性需求啊 不像食物啊 手机这样子 它不是一个民生必需品 喇叭器材便宜的也要几万块 那再来就是 十几万 几十万 那甚至破百万 甚至像一栋房子一样 几千万的都有 那财力有限的音响名呢 往往可能被骗个一两次 它就心灰意人 就退坑了 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资深的音响名 已经花了几百万在音响上面 但是声音呢 还是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玩不出成就感 那最后呢 就是整堆昂贵的器材 堆在那边 连开都不想开 因为呢 只要一打开呢 这个音乐就 说不上哪里怪怪的 没有那么好听 但是器材却又是好几百万 所以基于以上的经验呢 希望能够透过 影片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 只要你是刚开始玩音响 或是对音响有憧憬的 想要在这条路上 少走一点冤枉路的 那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现在网路资讯爆炸 好处呢 是公开透明 你想查什么都可以查得到 那坏处就是有一大堆 似是而非的错误的知识 都在网路上流传 而且偏偏这些知识 又是占绝大部分的 尤其是这个音响界 很多人没有买过 很多人没有用过 很多人甚至没有看过 他就可以靠网路上的文章 跟他自己的想象 还有朋友的转述 发表一篇心得 然后在网路上讲的天花乱坠 甚至有的去建议 这些音响新手 该怎么购买 该怎么玩音响 这些都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如果你跟着这些人的话 那保证你这个音响路上呢 会器材永远换不停 在此有几段名言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在玩音响的路上呢 能把这几句话 融会贯通的话 那我相信你会 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第一段名言路很重要 各位一定要记起来 喇叭会发声 有声音 不代表它是正常的 尤其这句话 非常适合用在二手喇叭上面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你买一个喇叭回去 然后接上扩大机 然后它会出声音 你就觉得它是没有问题的 光是这句话呢 就有至少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会中奖 尤其是你买那些 超过二十年的喇叭 它接上扩大机 有声音出来 不代表它是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 各位好好的想一下 甚至我还可以告诉你 几乎九成都是有问题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个仪器一量下去 马上可以知道 它问题在哪里 所以不是有声音 就代表它没有问题 那通常这些喇叭买回去呢 你就会用各种器材 或是昂贵的扩大机 去推它 但是呢声音都不会好听 然后你就以为是器材的问题 然后就拼了命的换器材 拼了命的换线材 然后换到最后呢 你还是不会觉得它很好听 那最后你就下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喇叭很难推 或是这个喇叭本身就不好听 但是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是这个喇叭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呢你用什么扩大机去推它 它都会不好听 但是你却误杀了这颗喇叭 那这个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就之后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个名言录 就是改变不等于改善 那第三个就是好听不等于正确 第四个是你的好 不等于是我的好 那以上这些都是我们 玩影响多年来的心得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名言录 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二手音响这个领域呢 是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 那如果你对二手音响有兴趣 对这些经典喇叭有兴趣的话 请务必要关注我们频道 那如果你对我们工作室 日常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FB 那最后就是 如果你有音响相关的问题呢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有空的话我会尽量回复 那如果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授骗经验呢 也欢迎下方留言 让更多的音响迷知道 你是怎么授骗的 也许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那我是小编婷婷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